集货有任何这样的邀约 不是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 我觉得大家有一点点太不敏感了 乃欣姐跟博文老师怎么看最近那个 中国砸钱收买台湾网红 去那边工作 真的有意思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实实话说 我觉得大家有一点点太不敏感 因为呢 首先这件事情又没有发现在我身上 所以我没有办法说这件事情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 集货有任何这样的邀约 其实我觉得很正常不是吗 所谓的很正常就是 任何一个品牌方都可以出钱 请艺人或是请网红来进行探店 或者是旅游的配合 或者是商品的配合 即使它是一个省份或是一个国家 不是也会有一种旅游的宣发吗 所以我才觉得说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被特别拿来做敏感的讨论 可能有一些是一些 比如说政治操作 或者是一些流量的操作 要不然任何一个 就像这杯水 或者是任何一个产品 使用者付费 或是厂商能花钱 找一些他想要的流量明星 或是网红来做某种代言 不是一个正常的商业型的 可是他们有提出个要求 什么7月25号前要表态 那是什么 政治表态 这好有一个邀约啦 前提是你要先表态 才可以来我们这边工作 所以才会引起政治这方面的那个 目前没有发生这样的 我一通没有收到相关邀约 没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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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收到你会去吗 呃你不要害我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两位你们是去美国庆生吗 我让他非常开心耶 真的吗 送你一通 我把那个神秘礼物一路带到美国 自我尖心设计的 哦 来 好烂哦 大哥他这个消遣笔记 消遣笔记 好烂哦 1971的消遣笔记 然后我就 好烂哦 然后就 好烂哦 烂 这样开了就大了 老师不用老师可以了 我现在只问你们 你们有办法找到另一半 那个年份的小剑笔记 没有用过啊 我不在乌 我也不可以 不要别为老师 有那么烫 虾 直接加 peer 上过我 感线 接着 estas 钿 起来 都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